首先開啟這個範例檔 我們可以看到 你在綜合練習裡面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基本上就是希望可以 有沒有什麼方式 假如說我今天只產生 這個某個年度的1月1號 就是第一天 一年度的第一天 那我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產生全部一整年的年曆 當然你可以如果假設你是用函數 產生公式來做的話 那可能就是向下填滿再向右填滿 我希望能夠看到一整年的全部年曆都可以產生 或者你也可以用Excel的VBA VBA當然就一個按鈕 假設按一個按鈕 自動整年度就全部填滿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這個大概是這一題的重點 首先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Excel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日期格式比較特殊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日期 它預設的格式 一定是漲成 就是西元年斜線 幾月幾號斜線 那基本上這個是標準格式啦 一定是西元年 那只是說呢如果今天我們有需要 把它格式化成像這樣的格式的話 假設我今天我 不要顯示成它標準的日期格式 我希望呢可以格式化成各位可以看到的 那不一樣的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主要第一個 它的西元年必須改成民國年 然後呢斜線改成點 那那個月跟日喔 如果各位數字要前面補零 那最後的話我希望呢 還要顯示禮拜幾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實際上你可以看到按右鍵喔 儲存的格式裡面 它其實就會顯示出 我們要的這樣的一個格式公式啦 那只是說這樣的格式公式要怎麼產生 OK 那我們這個是今天要做的第一個問題 待會這個做完之後我們了解一下 日期與時間相關函數之後 再來解決剛剛講的這個 如何產生 一整年的 這個年曆 好像還有 有同學要加進來 我給我切一下 小字 OK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先開啟這個 第三個單元的日期時間函數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了解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把標準格式 改成 民國年的這個形式的話 那該怎麼辦 那我們先切到 Today的這個 這個工作表 裡面可以看 假設我今天 以今天的 日期 來當成範例的話 第一個當然我如果今天要顯示今天日期 我們可以插入函數 找到 日期時間的 這個類別裡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有個Today T 開頭的吧 那當然呢它裡面沒有任何的參數啦 所以它加一個小瓜糊裡面不要放東西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它今天就抓到今天 但是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呢 能夠把這個日期格式 改成 像這樣的一個格式的話 就是民國年 加上斜線變成點 然後各位數字要補0 加上星期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辦 當然首先的話我們按滑鼠右鍵 出現格式 格式部分的話裡面 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沒有那個 就是假設如果沒有我們要的啦 我們再找一下 其中的話你可以看到中華民國粒 不過這個部分 可能要特別小心 如果假設你切的時候沒有那個中華民國粒的話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的版本是不是繁體中文 因為這裡有同學用英文版 英文版就沒有啦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可以看到它裡面提供給我們的 這些格式裡面好像沒有完全相符了 不過呢 其實我前面有講過啦 如果沒有完全相符的部分 我們其實可以用自訂的方式 也就是說你可以先找一個 中華民國粒接近的 再來點選那個自訂的部分 OK 關鍵的地方在這個自訂 那如果說要把那個 剛剛的格式做出來的話 其實第一個 你可以再從自訂裡面去修改這個格式公式 把斜線改成點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101 然後呢 這個5月31號 另外的話如果 假設我們各位數字 月跟日要補零 前面要補零的話 那有個規則啦 你記一下這個固定規則 就是MM就可以了 就是在M的前面再補個M 那MM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只有一碼它自動補零 如果兩碼當然它就不補零 低的話也是一樣 如果是各位數字那就補零 另外的話呢 後面如果還要加上星期幾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在後面加個刮弧 你會發現上面呢 也會出現刮弧 也就是說其實 這個格式裡面如果你要增加什麼樣的符號 或什麼樣的資源 其實是可以直接就打上去 然後呢如果你要星期幾的話 記得這邊可以打上A A A 三個A就可以了 那它這邊出現週幾 如果你要星期幾的話呢 就是再多個A 那就星期幾 OK 那我們是三個 再按確定 好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出現我們要的格式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那 OK 目前245個同學 那這裡的話呢 請各位先試一下 OK